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科勞大也要分享喔 這個前一陣子你跟我在臉書直播 你跟觀眾朋友說要教大家做高麗菜飯 對啊 我這個是傳統做法 然後我教大家用這種方式的話 你要再加其他配料都可以 好 現在就開始來做喔 不用給我油 真的喔 蚵油 這個是最健康的動物油叫蚵油 蚵油是跟橄欖油一樣的 所以因為這一道菜 尤其高麗菜 它跟米飯結合的時候 一定要有動物性的油脂才會香 所以放一點而已喔 對 然後呢 先把這個肉放進來炒 好 放進來炒 這個是梅花肉嗎 對 我用梅花肉 用梅花肉 然後等一下我每家一樣東西 我那個水都要計算喔 這個很重要喔 一定要看仔細喔 我先把這個肉放進來炒 因為菜飯要做得成功喔 水跟米粒的火候很重要 比例一定要算得很清楚 要不然你煮出來不是resorto 你煮出來比鹹味 然後呢 這個把水擠乾喔 香菇喔 把水擠乾 好 香菇放進來 這個水留著喔 留著喔 好 我們大概給鏡頭拍一下 留一點香菇水喔 都不要丟喔 但是香菇先拌炒 對… 像我們一般拌炒炒料一樣 把它炒這樣 對 一樣一樣一樣 然後呢 再來蝦米 一樣把水留著 一樣把水留著喔 這洗過的蝦米在泡水喔 所以蝦米先丟下來拌炒 然後水一樣留著 水一樣留著 好 然後拌炒一下 這時候你記得喔 我這個米是已經泡了一個小時 然後把水瀝乾的 對 所以那米有點長大 一般的白米 一般的白米 泡一個小時後 對 原本我的水是在這裡 這一條線而已 就是那個米只有在這條線 因為泡了以後它會脹 所以脹了以後把水瀝掉 好 這時候我們先把這個米放進來 好 所以我們這碗米 比較容易熟是不是 對 對 因為有一些人做菜飯喔 表皮爛了 米心還沒熟 對 所以我剛剛講 水的比例很重要 火候很重要 然後這個米進去的時候 你就先會炒一下 因為米本身因為它剛飽水 飽水飽很多嘛 它水會釋出來 你先炒一下 炒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一半的高麗菜放進來 現在這是半顆的一半 還是一顆的一半 這個是半顆 這個是半顆 好 半顆一般的高麗菜的一半 所以約莫四分之一顆 對 你先把這個高麗菜放進來 好 而且這個高麗菜 稍微給它切塊 切片 對 讓它相對比較小塊 因為待會均勻要跟飯拌開 對 你看它現在這樣 哇 高麗菜 因為它還沒有吃水進去 水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個高麗菜呢 就是很多 你要去拌它 對 然後這時候趕快把火調小 好 調小 好 這個時候調小 主要是要讓它 不要那麼燥乾了 因為那時候這邊沒有水分嘛 好 那我現在開始來教大家水分 好 來 我們這裡有 剛剛有一碗 一碗這碗水就表示說 這碗水就表示說我剛剛的米的高度 對 所以我等一下要加等量的水進去 因為高麗菜它會釋放水 對 所以假設我用這個米的鍋 因為我等一下會有什麼 會有香菇的水 對 先加 蝦蝦水 會有蝦米的水 好 所以這個水不要浪費先當 對 剩下的再加 醬油也是水 它的調味是醬油 一小碗這樣 對 它調味就是醬油 其他沒有 所以這些水分不夠的部分 用開水補 或者用高湯 然後加到跟剛剛的米是一樣的 就是泡水之前的米的高度 對 所以米跟水是1比1 1比1 這個水要用泡香菇的水 跟蝦米的水跟醬油 不要浪費 然後先放一半 先放一半 不能全加 先放一半 先放一半的目的是怎樣 是讓它就是說 這些水分 先吃 先吃一點進去 真的喔 那我每次都全加呢 那這樣太懶了 這不好吃 然後剛剛我轉小火 就是怕它燒焦嘛 現在水加進去 我就可以大火 大火再炒 然後這個時間你還是拌炒 對 你就是要讓它高麗菜軟化 真的喔 高麗菜去軟 我覺得你現在在拌炒 有點像義大利的燉飯 你要這樣子拌 其實我跟你講 在台灣炒油飯 炒高麗菜飯都是這樣子 而且炒油飯更困難 炒油飯要邊灑水 不能一次加 我這次懶惰分兩次加 炒油飯是邊灑水 那個才Q 了解了 然後水分 水分吃乾 讓水分吃乾 好 水分吃乾它 然後水分吃乾它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再把高麗菜放進來 這時候放第二批的高麗菜 第二批的高麗菜 所以你是層層堆疊 那你第二批再去炒高麗菜 這個就等於把剩下的 四分之一顆高麗菜 都讓它放光 所以這邊是剛剛我們那個 半顆的高麗菜 總共是半顆 你不要看喔 而且我們米是四杯 這個鍋可以做八人份 沒有 因為它的菜 最後會貓落 對 那菜你也知道 像我們剛剛感覺是滿滿的一鍋 煮完剩半鍋 對 而且菜會出水 所以你剛剛算的那一個水分的比例 再加上菜的比例 對 菜就會去微飽那個肉末 對 然後呢 這水分已經乾了 這時候 再把水加進來 好 再加第二批 對 我們再把那些香菇水 蝦米水 那麼甜的水 都不要浪費 對 然後再把它加進來 然後趕快再拌一下 好 趕快再拌一下 這時候就不一定要 拌到那個水吸乾了 我們趕快把它拌均勻這樣就好 就高麗菜跟那個米飯可以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再讓它均勻之後 就可以蓋上鍋蓋來煮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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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胡椒粉一定要很多很多很多 胡椒粉的量一定要很大 不管你白的 黑的都可以 就是胡椒粉的量一定要很大很大 你這樣一鍋要很大 以你現在是滿滿的低層 都是那個白胡椒粉的 拌一下就好了 拌一下就好 讓它進去 所以胡椒在這裡會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跟品味 對 胡椒是很重點的 然後這時候趕快把火轉小 好 火轉得非常非常小 因為它開始滾開了 它真的有用生命在顧這一波 對 看得出來 這樣以後記得 記得準備要蓋蓋子了 是 準備要蓋蓋子以前 請你 請你用你的筷子 中間先戳一個洞 邊邊戳一個洞 戳一個洞 戳一個洞 一共要戳一個洞 沒有 沒有 無所謂 就均勻就好了 好 均勻的洞 戳洞這是幹嘛 讓它熱氣可以 順利的洞 炊雞你知道嗎 炊雞要弄得好嗎 對 弄得好 所以它米粒的口感才會一致 對 所以你如果說不作動 它等一下起來是平的 平的話它就灌雞力 有差嗎 底下會燒焦 然後呢 這時候非常小的火 它還有水分 我要利用這個水生器 跟這個鍋燜的效果 然後讓它熟 好 所以轉的那個火 是不到一公分的那個 高度的那個火 很低很低的火 這樣把它蓋起來 好 蓋起來以後 你就是原則上這四杯米 這四杯的米 應該是到15分到20分之間 15分是絕對OK的 但有人擔心嘛 你就多5分鐘 然後就熄火 熄火不要馬上開 燜它 燜 燜個5分鐘10分鐘 燜個5分鐘10分鐘以後 就像這一鍋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鍋 這一鍋就是已經煮了 燜了 然後燜了之後 最後還可以再調味 最後呢 因為我只有鹽巴跟胡椒粉 因為醬油跟胡椒粉嘛 最後就放的是油蔥酥 但是我這個油蔥酥 比較不簡單一點 因為我除了油蔥 以外放了蝦皮跟那個干貝 這時候呢 還沒好 對 打開 哇 很強大 而且真的沒有 就是 顆粒是站著的那樣感覺 然後呢 這時候把這些東西 放下來攪拌 還沒拌 不用拌 要吃才拌就好了 OK 放進來以後 還沒好 還沒好 再燜 燜多久 燜 我做一個涼拌菜就好了 來 好 來 那順便拌一個小菜這樣 對 那現在火要關嗎 不要關 不要關 因為我想說有點小鍋吧 會不會比較好吃一點 對不對 好 所以火就沒有關 好 那我們燜它的時候 你要拌一個小粒菜 好 所以很簡單的一點就是 我們用很多蒜頭 其實我很喜歡吃蒜頭 好 蒜末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配方 蒜末 然後還準備糖 對 蒜末那個量 不要去記 你喜歡多一點 然後糖 糖 對 糖我做菜一定用二砂糖 好 二砂 對 二砂糖 好 再來是 香油的 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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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藕醋 藕醋 無醋 黑醋 然後醬油 因為老師不吃白醋 所以他都加黑醋 他都用無醋 對 好 醬油加無醋 好 再來 這一個是乾絲嗎 這個是乾絲 但是你用現成的乾絲也可以 但是你用現成的乾絲 你過個水 過那個鹼味 或者是乾絲留下的味道 這個因為昨天臨時改菜單 所以買不到 因為乾絲就早上買 早上我又陪人家出去逛街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是買那種豆干 大豆干切絲 把它切絲 切絲 好啦 由乾絲就拌乾絲 沒有的豆干切絲 對 豆干切絲很棒 這樣你主婦有什麼就拌什麼 只是這種切的 我通常會比較想把它跟那個 豬耳朵拌菜心 好 有些人是拌菜心 我們沒那麼吃那麼差 我們都拌牛肉 然後菜心也可以吃 對啊 有些人拌菜心 然後稍微先把這些 讓乾絲先吃到味道 對 乾絲然後先拌一下 讓它味道吃進去 然後 我跟你講這個功勳很重要 不然有些人的乾絲沒味道 對 然後再把芝麻香油 放進來 芝麻香油下來 對 然後先把這些先拌好 先把它全部拌好 讓那個豆干吃味道 因為我們蔬菜可以配著吃 但豆干一定要有味道 然後呢 辣椒絲 我愛吃辣 我放一點辣椒 放一點香菜 那最後的主角叫做高麗菜絲 對 高麗菜絲我是墊底 我墊底 因為它那個醬汁 它本來就會淋上去 排底的時候這樣子墊底 所以你正常在吃的小菜 你就可以讓高麗菜絲排底 然後這一個乾絲在壓上面 對 那厲害 我厲害不是今天來 所以這個小菜配高麗菜飯 就可以打發一家老小的 對啊 對啊 然後高麗菜絲 而且好看好漂亮 我們把它墊底 然後絲也會吸飽湯汁的味道 所以你不要進去拌 就放在這邊 拌進去的時候 它的顏色會退 反而不是那麼好看 好 然後在上面再撒一些 其他顏色的 其他顏色配一下這樣子 其他顏色配一下 然後 香菜 香菜稍微弄一下 然後 好 然後乾絲直接鋪上去 那這個我們的乾絲涼拌高麗菜 就完成 你看這樣賣相就很好 對啊 好厲害 好棒棒 好漂亮 好 那老大同一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你燜的這一個應該也好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烤香的 烤香的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我們這個柯老大高麗菜飯好吃 而且我覺得啊 柯老大那個高麗菜飯 是我吃過最不油的高麗菜飯 對 很多人都是為了健康 想說不要吃炒飯 我來吃高麗菜飯好了 可是高麗菜飯 其實我吃過就發現 其實要頂油的 可是剛好大家剛才 就用那一點點的蚵油 我做一點點 那去燜出來 我覺得整個香味是很夠的 超好吃的 而且它給紫高麗 賦予它新生命 為什麼呢 台灣民眾其實比較不習慣 吃紫高麗 對 沒錯 因為它不能炒 炒起來醜的要命 又硬的要命 然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去剁它 它會發現它很硬 所以吃起來 小朋友不喜歡 因為它有苦味 可是它把它切得極薄 搭配它這個乾脆 因為它這個乾脆 就是甜甜香香 然後非常的 鹹甜鹹甜 鹹甜鹹甜 就是很好的入味 然後又切得很軟 剛好配這個脆脆 很薄很薄的時候 就薄脆薄脆的口感 口味已經沒有了 只剩下它的脆感 這樣配上來之後 就覺得乾脆吃 乾脆太單調 因為就只有鹹甜軟軟 可是配上這個 很薄脆的紫高麗之後 就多了口感 就很好吃 而且這樣吃紫高麗 完全不會感覺到它的苦味 然後這樣吃紫高麗 因為紫高麗其實比 我們一般的高麗 第一 膳食酥 因為它很實在 膳食纖維多 第二 它又有花青素 三 事實上 維他命的濃度更高 所以它應該吃它 不要因為愛口所以不吃它 只要這樣子很薄很薄 搭配那個口感比較甜甜的 非常好吃 而且我剛剛試算了一下 科老大的高麗菜飯整鍋材料 除了那一小撮 蚵油比較貴一點點 那個材料可能兩百塊 也能夠處理 你想想看兩百塊 一大鍋可以餵飽一家老享 是 很划算 那你看左邊那個飯桶 都吃光了 要吃兩大碗啦 對 我是覺得我一個想要罵 我覺得你可不可以再煮一鍋湯 真的 那我們現在 湯就讓我來煮啊